这个是介绍到乳腺 乳腺它的良性肿瘤 临床上最常见的就是乳腺的纤维纤瘤 乳腺纤维纤维纤瘤 它主要是发生在比较年轻的女性 比较年轻 年轻到中年的女性 相对来说比较常见 它也是和雌激素水平增高是相关的 增高相关 那么它实质上是一个良性的肿瘤 那么它的纤维纤瘤 从它这个名称 大家可以了解到 它是由两种成分的增生 纤维实际上是它的间质的成分 然后还有线 是它的线上皮的成分 也就是说两种成分同时增生 那么在这个大体上 它往往是一个比较明确的 这么一个节节 比较有一个完整的这么一个界线 清楚的一个界线 那么大家看 这是一个肉眼上的一个纤维线瘤 那么这是一个纤维线瘤 固定过的 似乎还有一个纤维线的包膜 那么这个是一个相对来说 界线挺清楚的这么一个 一个节节 这个切面往往是灰白色的 惊吓刚才我们说过两种成分的增生 那么线体呢 随着它的增生 它会什么呀 管腔变长 管腔变长 有的时候管腔本来是扩张的 但是由于它的肩质同样的增生 就把它的这个管腔给挤压的 就成是一种线状的 线状的 有点像树叉的这种 还带有分支 有的时候 这个也是 那么乳腺呢 恶性的肿瘤 当然临床上我们最常见的就是乳腺癌了 乳腺癌了 那么近几年来呢 乳腺癌呢 也是处在这种高发的这种趋势 高发的趋势 而且年龄呢 往往还是往有年轻 往年轻的这种走的趋势 可能是跟整个的这个大的环境 包括这种饮食习惯 饮食环境 还有这种大的自然的这种环境里面的 这种污染的这种成分 日益增多 使它这种非就是人为的这种 食入性这种激素的水平有增高 可能会跟这些有关系 那么乳腺癌在临床上 大概分为两型 两型最常见的 一个是导管上皮起源的 就是导管癌 乳腺的导管癌 那么我们经常会说的 这个乳腺静运性导管癌 就是这一型 那么另外呢 就是乳腺小液上皮增生的 那么就是小液癌 就是小液的那个 小的那种腺抛起源的 上皮起源的叫小液癌 那么临床上更常见的是导管癌 显微镜一下 我们待会看镜一下 主要是看镜一下 那么这个是一个肉眼上 肉眼上的乳腺癌 那么它这是一整个的事 当然是乳腺一个根质的标本了 乳头往往周围有什么 橘皮样的改变 这个是一个特别经典的 当然不一定每个病人都能够看得到 那么它的乳腺实际上都累积了 因为它是机润性生长 已经把乳腺周围组织的 一些什么小液间隔都累积了 所以它就产生了一种牵拉的作用 出现这种橘皮样的外观 那么这个是一个大体上 跟鲜维腺瘤 这个是乳腺癌 它们的鉴别 明显是什么呀 这个肿瘤的边界怎么样 不轻 是吧 成静润性生长 那么相对来说 这个纤维腺瘤的边界是非常清晰的 那个也是一个乳腺癌 切面是非常不轻的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临床上看到这种冰冻的时候 临床送来的标本 我们冰冻肉眼看一眼 基本上它的凉恶性 基本上你心里就有数了 往往你看这种 边界不轻 而且什么呀 质地是有点什么 灰白灰鹤这种混合的 而且往往是有点半透明的那种质地的感觉 这个镜像有的时候 它会有一些坚持的黏液变性 这个是刚才我们说的 从乳腺癌的这种组织学的划分来说 它也分为原胃癌 就是没有发生浸润的 然后是有微浸润的 然后有浸润的 浸润也是有浸润性导管 和浸润性小液癌 那么同样 它还有一些其他的非常复杂组织学类型 在这里就给大家做重点介绍了 那么大家主要重点了解 还是临床上最常见的乳腺癌 还是浸润性导管 就是导管浸润性癌 这个是临床上最常见的 那么在刚才我们说了 这个癌它也分为不同的阶段 也有原胃癌的阶段 那么这个导管内癌 我们所说的就是原胃癌的阶段 原胃癌它也分为几种亚型 那么这个是一个什么筛孔状的 中间会有一些什么坏死 我们所说的这种粉刺癌 就指的是这个 中间有坏死 那么在肉眼上都可以 就是说挤出一些分泌物 这种黄色的分泌物 那这个也是 导管中间是有坏死的 导管上皮是处在这种原胃癌的状态 那么核的比例 大家注意了 原胃癌我们临床上 往往给它划分为低级别和高级别 像这种就是高级别了 主要是看核 核的异形性非常的明显 那么这个是低级别 核的大小相对来说均匀一致 导管内癌 那么这个是小叶的原胃癌 小叶的原胃癌 就是发生在这种小叶的 线抛的基础上的这种上皮 那么它的主要的特点是 细胞之间的粘腹性非常的差 你看大家看 虽然非常拥挤 但是谁跟谁都不挨着 但是这种非常的 这种分散的这种状态 粘腹性非常的差 如果我们染这个免疫组合的标记 E-Catarian是阴性的 这个是发生了微浸润 这边是一个导管原胃癌 那么在导管原胃癌的某些区域出来了 到了间质 那么有间质的这种纤维结力组织的反应 还有这种炎症细胞的浸润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浸润 这个也是 就好像一个小队人马突围出来了 整个就穿到了这个肩质里面 是吧 正常情况下原胃癌 因为它是原胃的 所以上皮又具有异形性 但是周围是非常的光滑的 那么当你看到了像这种情况 突围出来了 像这种情况 那就是发生了微浸润 这种区域不会太多 这个临床不要超过两毫米 超过两毫米了 就是不能把它作为微浸润 应该叫浸润癌了 这个是一个浸润性导管癌 非常的经典 这个诊断起来应该也没有问题 没有什么困难 那这些全部都是浸润的 这种癌的成分 然后周围这种肩质 全部都是有这种 有点硬化 有点纤维硬化 然后这些也都是 有点像纤维斑痕一样的 穿插着很多的这种癌的 这种癌潮 我们总说这种癌潮 这都不是正常的线体 这个也是 这个是我们领化非常常见的 浸润性导管癌 浸润性小叶癌 刚才我们说过 这个小叶的原味癌 也是由这个 小叶的线泡的这种上皮 发生了这种理解的这种成分 然后进一步发生了浸润 所以它的浸润 大家看不到线腔 看不到线腔 往往看到了有点像 我们所说的像裂兵样排列 就是一小队一小队的 一个队里头可能有十几个人 就这样子的 一队一队一队 所以在英文的原本书上 我们形容它这个叫Indian file Indian file 就有点像那种 就是印度 那个时候是什么 英国统治的那种印度的时候 他们那个一小队一小队 好像那样巡逻似的 是吧 扛着枪 然后那么一小队 五个 七个 十个 一队一队的这么走 那么像这个就是这种 裂兵样的排列 前列腺癌 那么这个图我们就不说了 刚才就是说 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前列腺增生 主要发生在这个区域 移形区 移形区 就这个区域 是吧 那么前列腺癌呢 这个是中央区 这个是中央区 这个有这个射精管的出口 射精管的出口 那么前列腺癌就发生在这个周边区 也叫外周区 所以前列腺癌的时候的穿刺 往往就是在这些部位 这样 这样穿刺 取活间 看看它有没有癌 那么这是也是给大家介绍的前列腺癌 大部分呢 我们在前列腺看到的都是腺癌 前列腺腺癌 那么它呢 也有不同的级别 我们临床上经常给它分成五级 Gleason分级 按照这个Gleason分级来说 给它分成五级 那这个就是作为这个基础知识呢 就不用大家特别掌握了 但是大家要了解到 就是说在前列腺癌的时候 刚才我说过最重要的就是什么呀 基底细胞的缺失 这是判断前列腺癌的一个最起码的指标 你得首先把它判断成癌 你再去判断它几级 对不对 那么随着级别的不同 那么它的这个临床的预后不一样 可能临床上处理的这种程度也不一样 那么除了这个基底细胞 基底细胞的缺失以外呢 它的那个线上皮同样具有非典型性 比如说包括这个线上皮的核仁 变得非常的明显 核胶比例变成增大 这些特点 那么这个是前列腺癌的静下特点 那么在这个生物学的指标 有一些生物学指标 临床也可以帮助我们 比如说像PSA 前列腺特异性抗原 PSA 这个是经常是增高的 而且不是增高的 幅度非常小 是幅度非常的明显 那么还有像这个PACP 前列腺酸性磷酸酶 检查的方法也是直伤直诊 刚才我们给大家看了一个图 那么一旦诊断了前列腺癌 临床上现在治疗 一个是内分泌治疗 因为它毕竟是跟这个雄激素水平增高 它毕竟跟激素水平相关 所以它可以找到这种很好的靶向的这种治疗的药物 是吧 那么同样也可以去世所谓的去世手术 以前是说把这个前列腺癌的患者 它可以就是搞完切除 然后让它的这个雄激素水平下调 那么现在呢 就是你可以用化学 就是化学药物 同样可以起到相同的这种结抗 雄激素水平增高的这种作用 所以有的时候现在不一定要做这种去世手术了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前列腺癌 有的时候肉眼上呢 前列腺癌观察的那个结结 不像其他的肿瘤那么明显 因为毕竟它的这个一个特点呢 是有的时候小噪 有的时候是多发 所以呢 你看这儿 这儿都有可能是癌 这儿 这儿 多造性的 往往是多造性的 所以有的时候 你在做前列腺穿刺的时候 十二针不同的区域 你会看到不同的区域都有癌的受来 而且它不是一个连续性的受来 这是多发的 前列腺最长的发生的就是骨转移 这是脊柱 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前列腺癌的静下 没有基底细胞 当然了 你光从这个显微镜下靠肉眼看 是非常识别解采非常困难的 所以我们在诊断前列腺的时候 往往要染这个肌底细胞的特色 这个免疫组化染色 那么这个主要就是一个前腺癌的一个 这个腺炮的这种上皮 就是癌上皮 构成这种癌腺的腺炮 腺炮的成分 这个也是 刚才能看到腺腔 这个基本上好多地方已经看不到腺腔了 越时 越接近于实行 它的分化越差 级别就越高 这个也是 基本上看不到腺腔的成分 基本这个可能都到 应该到了五级 就格林森分级的级别 最高的级别 这个也是 高背景下可以看到 典型的什么呀 和人 非常明显 是吧 刚才给大家介绍了 也是一种恶性的这种病变 那么另外呢 对于这个女性来说 还有一类 一大类肿瘤 就是滋养液细胞的肿瘤 滋养液细胞的肿瘤呢 大部分呢 还是跟这个妊娠相关的 妊娠相关的 那么 临床上比较常见的也是 这个三类 葡萄胎 倾息性葡萄胎和绒毛膜癌 那么他们的这个 恶性程度是这样的 良性 基本把它归为 基本归为良性 但是有些 会有恶性潜能 那么这是低度恶性的 那么这是高度恶性的 绒毛膜癌 是对于我们国家来说 可能是在 六七十年代吧 六七十年代吧 我们国家的那个妇产科的医生 妇产科的医生 已经发现 就是说 针对绒毛膜癌的化疗 化学的治疗 化疗方法 那么 使这个高度恶性的肿瘤 现在呢 大部分的患者 愈后还是非常的好的 所以绒毛膜癌 也是一个非常 包括它的组织学的改变 非常有特点 所以希望大家也是 作为重点掌握一下 那么先给大家介绍这个 这是一个胎盘 这是一个胎盘 那么红色的就代表一个子宫 就是母体的一个子宫的基层 那么这是一个整个是一个胎盘 那么这是一个脐带 连着这个胎儿的脐带 那么大家知道 这个脐带里面三根血管 两根动脉 一根静脉 动脉流的是静脉血 这个静脉流的是动脉血 那么他们的这个血液 和母体的血液 就在这里面进行循环 那么大家知道 这个是相当于是一个子宫的内膜 就是母体的子宫的内膜 它有这个螺旋动脉 是吧 那么它这里面可以提供养分 在这个胎盘这是绒毛 在绒毛间隙和这个胎盘的这个绒毛里面的 绒毛中间的这个轴心里面都是有血管的 纤维血管轴心都有血管的 和这个胎盘的血管中间进行血液的交换 就是进行这个养分的交换 使母体的这个富有 这个富含有这个氧气和氧分的这种血液呢 通过这个静脉流入到这个胎儿的体内 是这么一个血循环的一个特点 那么在整个这个交换过程中 这个绒毛 胎盘绒毛起的非常重要的作用 是吧 那么这个是绒毛里面的这个血管 那么这个就是胎盘绒毛了 不同的这个妊娠期的胎盘绒毛的改变 那么这个呢背负的是两层细胞 内层是细胞滋养液细胞 外层是合体脂养液细胞 细胞滋养液细胞的特点 就是一个一个的细胞的界限比较清楚 一个一个细胞 核也比较大 那么合体脂养液细胞 大家看这个胞浆 胞浆有点发蓝发紫的 最外的这一层 然后呢 细胞跟细胞界限不清楚 往往是多个核聚在一起 这样的 这是一个核体 它有的时候那个核还显出一定的异性 它处在一种蜕变的阶段 这是不同的阶段 不同的阶段呢 它的这个绒毛牵制 比如说有的时候会发生 会发现什么 这个纤维素的这种变性啊 随着到这个妊娠晚期的话 很多绒毛就发生纤维素的变性 坏死 那么葡萄胎就是发生在什么呀 来源于这个 来源于这个降业细胞的这种肿瘤 来源于降业细胞的肿瘤 那么葡萄胎呢 也分为完全性的和不完全性的 部分性的 那么从这个形态学上的特点 它主要表现成什么呢 是降业啊 整个这个绒毛有水肿 水肿到什么程度 也就是说绒毛 尖制本身的血管看不到了 完全就变成了水池 所以肉眼上看 有点像那种水泡 一个个个的水泡 那么除了这个 兼制的水肿以外 兼制的水肿以外 那么血管消失 血管消失 然后周围的这个 细胞次养原细胞和 合体次养原细胞呢 同时增生 这是它的特点啊 不同程度的增生 那么这个 刚才说的只是形态学上的特点 那么我们光从形态学上的特点 很难分清楚 哪些是完全性的葡萄胎 哪些是不完全性的葡萄胎 甚至我们很难跟什么呢 就是普通的绒毛水肿相间别 因为正常的情况下 绒毛也可以发生一定程度的水肿 那么我们光看 就是说显微镜下的某个区域里面 是不是有血管 这个也是不确切的 那么我们先从这个 我们要借助一些 这个分子水平的这种诊断的手段 那么我们先得了解一下 这个葡萄胎的到底的这个 在分子水平 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是吧 那么大家知道 这个正常的这个受精卵是什么呢 这个是一个卵子 一个单copy的这么一个 单拷贝的基因的这么一个卵子 那么一个精子 这个和卵子融合 形成一个受精卵 那么他们就变成了一个双拷贝的 对吗 双拷贝的 那么在这是正常情况下的 包括我们的这个绒毛水肿 你要去做这个流逝 它应该也是二倍体 没有问题 一个是来自爸爸 一个来自妈妈 那么如果要是部分性的葡萄胎 它是怎么形成的 相当于是两个精子 同时进入到一个卵子 那么就形成了一个什么情况呢 是单拷贝的一个母体的一个 这个这个一个基因拷贝 那么还有就是双分的这个 爸爸的这方面的拷贝 相当于是三个拷贝 三个拷贝数 那么三个拷贝数是可以通过什么检测呢 是可以通过这个背体分析 包括流逝细胞的背体分析 来这个检测到的 那么像这种情况 这个完全性的葡萄胎 这个是完全性葡萄胎 相当于这是一个空卵了 有的时候排出来的那个卵就是空卵 也就是说它没有这个基因的 没有这个基因的拷贝数 是一个空卵 那么像这种情况下呢 两个精子 同时进入到一个空卵里面 那剩下的就是什么呢 就是两个拷贝 但全部都来自于父亲 没有母亲 没有妈妈 这个受精卵里面 没有妈妈的这个基因拷贝 全部都是父亲的拷贝 或者是一个精子 进入到里面 发生了复制 也变成两个拷贝 那么像这种情况下 完全性葡萄胎 是完全没有什么呀 妈妈的一个拷贝数 对不对 完全都是爸爸 完全都是爸爸的这个基因型 那么这样的卵子 同样没有办法发育成为正常的胚胎 对吧 所以我们在临床检测的时候呢 如果我们单纯的凭借流适细胞分析 来分析它的这个拷贝数 那么我们可以鉴别出来部分型葡萄胎 对吗 但是我们无法区分完全型葡萄胎和正常的受精卵 对吗 那么我们怎么办 我们临床实际上还要借助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找一个这个imprinted的基因 就是说相当于是什么呢 有一种基因 它仅表现在这个母体的拷贝数 而这种基因在复习的拷贝数上都被印记掉了 就被silence掉了 那么这样的基因 我们去做它的一个染免疫族化的标记 然后我们就可以看 能从免疫族化的结果上看 如果它表达的阳性 说明它的母体的拷贝数在里面 如果它没有表达 说明它里面没有母体的拷贝数 那么基本就是复习的拷贝数 因为它正常情况在复习的那条染色体上 它是被imprinted掉了 那么所以我们临床上就是判断 这个葡萄胎以及完全性和不完全性 我们就借助两种方法同时运用 一个是运用P57这个复习染色体 被imprinted掉了这个基因的免疫族化来染色 另外同时借助这个刚才说的流氏细胞分析 同时来鉴别 就是同时运用 然后就可以把这三种病变类型给区分开 那么大家看这个肉眼的特点 这个葡萄胎完全就是水泡状的 有的时候呢 现在是发现 就是说现在遇到这么典型的很少 很少 因为这个一方面是 就是妊娠早期就流产掉了 有的时候就是说很早的就发现了 然后因为它监测HCG水平 就是很早就流掉了 所以看到这么典型的这种肉眼的改变的情况 并不是非常的多见 显微镜一下 刚才我们说过 实际上你看显微镜一下 虽说绒毛水肿 但是其实都有水肿 是吧 然后这个呢 血管消失 但那个有的时候你也不一定能看到明确的血管 所以从显微镜一下观察这个 完全性葡萄胎 不完全不硬的葡萄胎 或者是正常的绒毛水肿 是有一定的困难的 所以我们刚才借助了那种分子生物学的这种检测手段 那么从这个育后上来说 育后上来说 那么葡萄胎呢 80%到90%呢 还是保持这种良性的这种育后是比较好的 没有什么问题 那么有10%的完全性葡萄胎 会进一步发展成为什么呀 气息性葡萄胎 但就是在其中呢 不到2%或者3 可以进一步发展成为这种高度恶性的什么呀 Clauric Acinoma 溶癌 溶癌 对这是高度恶性的 高度恶性的 也就是说极少部分的这个 完全性葡萄胎可以发展成为溶癌 反过来说溶癌 不一定都是由完全性葡萄胎发展过来的 溶癌有两大类型 一类型就是说由妊娠相关 就是刚才这种完全性葡萄胎发展来的 另外一种呢 就是溶癌有的时候是 就是非常年轻的女性就可以发生 它是由这种生殖细胞 生殖细胞的这种 本身产生的这种恶变发生的 生殖细胞的这种恶变 那么 临床处理来说 当然肯定是要彻底的刮工了 彻底的刮工 然后呢 就是监测的血液里面的HCG的水平 因为它溶癌膜分泌这种HCG嘛 往往在葡萄胎的病人里面 它HCG水平非常的高 然后呢 那么它的这个 监测的时候 你通过这个HCG水平 比如说正常情况下 刮工以后 HCG就应该马上降下来 那么如果它持续不降下来 就说明它还是有问题 要么就有残留 要么就发生了 可能过一段时间 就发生了这种 进一步的这种invasive的这种改变 发生了进一步的这种侵袭 那么还经过一些的这种 临床还经过一些化疗 化这个化学药物的治疗的措施 那么刚才说侵袭 侵袭性葡萄胎 就进一步发展成 就是由这个完全性葡萄胎 进一步发展 成为这种侵袭性的葡萄胎 那么它的这个恶性度呢 是处在低级别 低度恶性的 低度恶性 它可以这种侵袭性的生长 可以长到这个子宫的 基壁的深层 基壁深层 但是它呢 很少就是说发生远处的转移 所以它这个恶性度呢 是处在低级别 那么看一下 这个侵袭性葡萄胎 肿瘤 一直长到什么呀 子宫基壁的深层 这个镜下 这个是子宫基 子宫基 然后这个是绒毛 胎盘绒毛 这个绒毛也是有问题的 完全性葡萄胎的那种特点 那么这个刚才我们说过 重点这个 这个也是一个 这堂课给大家重点介绍 这个绒毛膜癌 绒毛膜癌 那么绒毛膜癌 它的本质是非常的 这个 这个体系性 就非常高度体系性的 这么一个肿瘤 那么它的来源有两类 刚才说的是 妊娠相关的 这个绒毛 酱液细胞的肿瘤 妊娠相关的酱液细胞的肿瘤 是由酱液上皮细胞 这个发展来的 那么另外呢 就是由这种多潜能的 这种细胞 也就是说是生殖细胞 里面的一部分细胞 直接发展来的 直接发展来的 那么它可以在女性发生 同样也可以在男性发生 那么显微镜下 它是非常具有特点的 我们肉眼上 刚才看 因为它有大量的坏死出血 所以肉眼上的坏死出血 非常明显 那静下呢 它主要的这个病理改变呢 就是完全的由 两类细胞的肿瘤成分组成 一个是细胞自养业细胞 一个是合体自养业细胞 它的特点是 它没有 它看不到绒毛 它完全是由这两类细胞 成片分布 没有绒毛 然后周围都是什么呀 出血 坏死 都是这种特点 所以它缺少 兼制成分 全部都是这种 两种类型的 上皮细胞的成分组成 然后很早就可以发生 这个深部的侵犯 然后通过血管转移 所以它有一个特点 它的预后呢 就是说 现在当然有化疗了 接近100%的病人 都可以痊愈 都可以治愈 但是呢 它可以早期发生转移 这个转移是因为 它非常容易侵犯到 什么样子宫击毙的 一些血管的壁 穿透血管壁 进入到血循环 发生血液波散 发生血液转移 那么像这个是肝 溶癌发生了肝转移 那个是整个的子宫 整个的子宫都受累了 是吧 这个镜下 大家看两种细胞的成分 这个呢 是一个细胞 子氧液细胞 单个的细胞的边界 比较清楚 那么像这个呢 就是核体子氧液细胞 边界不清楚 然后很多的核聚集在一起 但都是一个什么 具有异形成分的核 都不是一个正常的细胞的成分 那么这就是两种 肿瘤细胞的成分 然后再加上周围的一些出血 坏死 构成的这么一个典型的 这种组织学的形态 非常有特点 是吧 那么这个也是啊 这个细胞子氧液细胞 核体子氧液细胞 细胞子氧液细胞 细胞的核相对来说 体积比较大 K号明确的核 而且这个是异形的 异形异形非常明显的 那么这个呢 核体子氧液细胞 它的核往往是成那种皱缩的 这种蜕变的这种核 但同样在这里面 也是肿瘤细胞的成分 肿瘤细胞的成分 那个是核体子氧液细胞 给大家一个高背 高背镜一下看一下 那么下面呢 接下来就给大家介绍 另外一组这个肿瘤 刚才说的实际上是 临床相对常见的肿瘤了 包括这个乳腺的 前列腺的 子宫内膜的 包括子宫内膜监制的 还有脏颜细胞的 其实肿瘤种类还是挺复杂的 是吧 肿瘤种类还是挺复杂的 那么另外这一大组的肿瘤呢 是卵巢和睾丸的肿瘤 同样在临床上也是比较常见的 我们在这里面因为时间有限 是给大家稍微提一下 就是说临床相对来说多见的 比较多见的一些肿瘤 那么这个卵巢 卵巢的这种主要的成分呢 是一个是卵巢主要是什么呀 有排卵 对吧 那么这个是一个整个的一个卵泡 这是一个卵泡 中间是一个卵子的成分 那么卵泡周围背负的是一个颗粒层的细胞 颗粒层细胞外面 还有背负着卵泡膜的细胞 所以这些成分都是可以发生肿瘤的 这个生殖细胞可以发生生殖细胞肿瘤 然后呢周围的卵泡膜和那个 这个绿泡细胞 卵泡膜这个细胞 还有这个绿泡细胞 可以发生相应的这种坚硬性的这种肿瘤 都是可以发生肿瘤的 然后还有背负的是表面上皮 卵巢背负的表面上皮 可以发生上皮性这种肿瘤 那么这是睾丸 睾丸呢也是取习精华 睾丸里面也是各级的生殖细胞 对吧 那么还有这个除了这个 这是一个整个的一个 这是一个取习精华 那么这些精华呢 除了各级生殖细胞 它还有一些支持细胞在这 支持细胞在这 那么还有这个卵巢的兼质细胞 这些细胞成分都可以发生肿瘤 那么这个图大家可以看了 这是一个示意图了 这是各级的生殖细胞 这是支持细胞 刚才我说支持细胞 然后这个是各级的生殖细胞 晶元细胞 初级静母细胞 次级静母细胞 精子 那么对于这个肿瘤的类型 刚才我们说过 大致来说呢 有这么三大类 上皮是卵巢的这种背负的上皮 卵巢背负上皮 因为大家知道 这个睾丸表面只有白膜 是吧 它没有背负上皮 那么表面的上皮在卵巢里呢 在临床上相对多见一些 最常见的是上皮的什么 僵硬性上皮起源的肿瘤 黏硬性上皮起源的肿瘤 这个是子宫内模样的肿瘤 也可以有 还有其他一些上皮性肿瘤 比如说什么透明细胞癌 什么都可以有的 那么这是一大类上皮性的肿瘤 临床上非常多见 那么刚才 刚才我们说过的 就是说绒癌的另外一个起源 就是生殖细胞起源 对吧 那是相当于有一种多潜能的 那种干细胞 肿瘤干细胞起源的 那么这个呢 也是一大类肿瘤 生殖细胞的肿瘤 那么我们到时候给大家 主要介绍的是 这个奇胎瘤 奇胎瘤 临床上相对常见一些 可以是良性的 可以是恶性的 那么其他的这个肿瘤 大家看这个实际上 这还仅仅是一个肿瘤的大类 还没有再细分 所以肿瘤的类型 非常复杂多样 那么肿瘤随着它的类型的不同 那么它的临床的表现形式 恶性度也不同 临床上处理的方式也不同 那么这个是卵巢的 僵液性肿瘤 这个临床上来说 还是比较多见的 那么有的时候呢 卵巢有一个挺大的肿瘤送来了 有一个囊皮 你看这整个是一个囊皮 相当于是一个囊 然后石 有石性有囊性 那么就是一个囊石性的肿瘤送来了 石性的区域有点什么 像节节呀 像乳头 就是这种特点 那么这个就是僵液性肿瘤的一个 比较典型的一个肉眼上的改变 那么镜像呢 这僵液性肿瘤正常的 柱状的 带点鲜毛 那是良性的 僵液性的肿瘤 僵液性肿瘤 任何肿瘤它都分为三个级别 良性 恶性 中间是交界性 就是这三个级别 那么这个是良性的 良性的肿瘤 它仅仅是表现成为肿瘤的增生 恶性呢 它发生了净润 那么在中间这个级别 就是交界性的 它有上皮的增生 但是还没有发生净润 所以把它放在交界 你看它的上皮 有点像微乳头 一个一个的散过来 本身这个上皮应该是单层的 但是它在这儿是腐层的 而且像这种完全是乳头 突入管腔性生长 细胞的层次也增多了 本身它是处在一种 增值比较旺盛的状态 但是呢 没有发生净润 所以我们把它放在了交界 临床处理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同样呢 是这个粘液性上皮 同样可以发生肿瘤 肉眼上往往可以看到 粘液性的这种囊性的 囊食性的肿瘤的这种形态特点 这个是囊性的 有点像背状细胞 把盒头挤在了肌底 这个特点 也是分为良性的 这个是多防的 每个防的表面都背负着一层 是吧 粘液上皮 恶性的 筛孔状的 有这种典型的这种 筛孔状的特点 一个是组织学结构的特点 还有就很多的什么 核的异形性 核将比增大了 那么这个交界性的 没有浸润 没有浸润 但是它的这个细胞的层次也增多了 这个大家一般了解一下 那么最后 基本给大家最后了 就是介绍一下这个脐胎瘤 脐胎瘤呢 在女性可以发生 在男性同样可以发生 因为它是什么 它的起源是什么 生殖细胞 对吧 生殖细胞的话 那就是女性 可以由女性生殖细胞发生的肿瘤 男性也同样可以发生肿瘤 男性生殖细胞同样可以发生 所以脐胎瘤跟那个 就是妊娠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完全不同的概念 那么临床上最常见的是 成熟性脐胎瘤 脐胎瘤 那么所谓的脐胎瘤 它实际上是由生殖细胞 然后向三个胚细同时分化 由于它的这个分化的程度不同呢 就给它分成了成熟性和不成熟性 三个胚胎 所谓的三个胚层 三个胚层 比如说就是包括什么 外胚层 中胚层和内胚层 对吗 所以往往在成熟性脐胎瘤里面 我们可以找到向三个胚层分化的 这种成熟的这种组织学的特点 那么肉眼上呢 往往可以看到什么 是一个囊实性的种物 我们所说的头节 就是实性的这么一个区域 那么它里面可能可以有这种 外皮层的成分啦 或者是包括神经外皮层的成分啦 镜像呢要全面取材 镜像取材要全面 不然的话你观察不完全 你看不到肿瘤的整体的全貌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通过对一个肿瘤的不同的取材的这种 不同的区域的取材 可能可以看到什么呢 像这个 有点像什么呢 粘液腺体 是吧 这是有点软骨 这个有点像柱状的 线毛柱状肠有点像原始的那种呼吸道的上皮 是吧 有软骨 粘液腺体 还有这种上皮的成分 是吗 那这个外皮层 这像皮肤 是吧 鳞皮 然后呢 这个是中皮层 有软骨 对吧 这些成分 也就是说三个皮层的 像三个皮层的分化 都是能够观察得到的 那么这个 大家看出来这是什么吗 对 脑 非常好 那么这个像是一个分子层 这个像一个颗粒层 这中间有一些椎体细胞 普根也是细胞层 有点像小脑的这种成分 就是发育的 不是特别完全的那种小脑的成分 神经元的成分 然后这个是分子层 分子层 然后这个有大的神经元 大的椎体细胞的成分 那么这个也是神经外皮层的成分 那么但是这个大家注意到 它是有一个成熟的分化的 也就是说分层 说明它是一个成熟的神经外皮层的分化 不能够把它归到了未成熟其他流的范围 那么成熟性脐胎流 是不是就一直就这么非常良善的这种生物学行为下去 也不是 一部分成熟性脐胎流 因为比如说是这个 这个是一个磷状细胞 就是相当于是外培层的成分了 往往有的时候会焗躁发生恶变 而这种恶变的情况发生多见于这种磷状上皮的成分 本来是良性的 但是过了比如说也许可能没有及时发现 没有及时治疗 没有及时切除 那么经过了若干的时间长 若干长的时间以后 这种成分可能会发生恶变 那当然它恶变以后就是灵癌了 对不对 所以有的时候在成熟性脐胎流 我们切取的这个肿瘤 非常大 有的地方囊 有的地方食 有的地方食性区域 还不同的成分 所以最重要的是一定要全面取材 你全面取材取得彻底了 取得非常的 当然有取材的规范了 取多少块 那么你取材全面了 你观察的也全面了 在成熟性脐胎流里面 你一定要注意找 有没有恶性的恶变的成分 然后有没有未成熟性脐胎流的成分 这些都是要仔细要寻找的 那么比如说我们说的不成熟性脐胎流 那也是很多时候它的背景 当然这个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不成熟性脐胎流 它完全没有囊了 完全实了 所以镜下大部分都是这种原始神经管的成分 完全没有像我们刚才看到的那种脑的这种 成熟的这种分化 分层的这种分化 那么完全是原始神经管的成分 那么这就是一个未成熟性脐胎流的特点 未成熟性脐胎流的特点 但是反过来说 有些未成熟性脐胎流 它的背景是成熟性脐胎流 只在焗躁的区域发现了这种 那么前提就是什么 一定要认真取材 然后认真观察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这个表格 也是给大家介绍一下 现在就是说最新的 对于未成熟性脐胎流的这么一个 判断的一个标准 那么在这个原来的WHO 旧版的WHO上呢 就是基本上把这个未成熟性脐胎流 分成了一二三级 那么就像刚才那张图上说的 它的标准是什么 其他的标准 比如说原始的 比如说是未成熟的什么 中培液成分 比如软骨啊什么 不太好区分 不太好区分 所以它的唯一的标准就是 未成熟神经上皮组织造的成分 就像刚才说的这种原始神经管 那么如果在 你不管取这个肿瘤 比如大也好小也好 你就按着规范取 那么在任何一张切片上 如果任何一张切片上 如果有这种原始神经的成分 但是它不超过一个低倍视野 我们所说的就是 4乘10 4乘10 那个低倍视野 那么给它放到一级 那么反过来说 如果任何有一张上的 那个原始神经成分 大于一个低倍视野了 不管几张 有一张就够 那么就给它归到了二 甚至是三 所以呢 现在二和三 在WHO上还是有分类的 比如说一到三个地倍视野就算是二 然后大于三就算是三 那么现在呢 大家公认的是这个二级分类 也就是说临床上处理来说 就是一级是低级别 二三级就是高级别了 为什么呢 高级别是需要联合化疗的 低级别不需要 所以你就是既然是临床的处理方案 就是两类 那么我们就把这个病理呢 就分成两类就行了 所以这个判断起来呢 相对来说就更直接 就更直接一些 就更好掌握一些 也就是说你就判断就这个 任何一张切片上 它不要超过一个低倍视野 超过了那就是高级别 没超过就是低级别 基本就是这样一个分类 那么临床上的处理 主要就是一个联合的化疗 联合的化疗 那么高级别是需要联合化疗的 然后低级别是不需要的 这个是一个 刚才说了 这个脐胎瘤同时经常会伴有什么呢 一些成分 像这个甲状腺肿 这是甲状腺的成分 本身的甲状腺 有的时候脐胎瘤 它可以有外培层 中培层和内培层 三个培层都有 但有的时候 往往是由单一培层的成分组成的 也就是说你在卵巢里面 看到了忽然看到了 大量的甲状腺组织 这是一种什么情况 这就是一种脐胎瘤 那么脐胎瘤里面的一类 就叫卵巢的甲状腺肿 就是说 这个脐胎瘤的主要成分 就完全都是由甲状腺组织成 这个 甲状腺组织结构组成的 这种情况下也是一种脐胎瘤 行 那么 这堂课主要就给大家介绍的是 这个生殖系统疾病 啊